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就是刚刚下班回家 外面的夕阳还蛮好看的,给你们看一看 刚刚的夕阳会更黄一点,然后现在就是比较粉吧 休息了一会儿,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收到的一个快递 这个是香奈儿的果冻气垫,就比较水润的那种 我是属于混干皮 就是脸上啊这边都不怎么出油 而且我的脸上也不太长痘痘 额头偶尔会长痘痘 鼻子的话两颊容易出油,而且毛孔会稍微大一点 会有那种小白头,所以是需要定期清理鼻子上面的小白头的 额头的话这个地方会毛孔稍微的大一点 而且眉毛上面的话会更容易出油,容易长痘痘 这是我的一个肤质 因为我是加拿大这边比较干嘛 所以到了冬天的话会更干一点 夏天的话会稍微的多出一点汗会有一点 而且现在就是通勤的话我会戴口罩 所以戴口罩流汗会影响妆容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气垫吧 我之前其实是想买泡泡粉底的Chanel的那个 就感觉还蛮奇特的吧,想试一下 感觉那个刷子也挺好的 但是我试了一下感觉这个会更水润一点 而且我听说那个就是遮瑕能力超级的弱 当然这个也很弱 这个网上就是说是留下两行类的话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明显 我当时有去店里试这个颜色 买的是一个最白的色号是N10嘛 稍微白一点的话可以用N10 黄100的话就用N12就好了 这个盒子就是他们最原始的那种盒子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这种小小的粉扑 这个是新的 我们一起来把它打开吧 味道就是像那样经典的那个山茶花的味道 我还蛮喜欢闻的 就闻起来非常的香 它就是那种流动性非常的强 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水润 特别容易推开的一个气垫 可以看出来稍微会白一点点 其实基本没差 但是它会把我手上的这个青筋稍微的遮一点 就是没有那么深的绿色 看起来会稍微的雾面一点的一个妆容吧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底妆了嘛 所以我来试一下这个香料的气垫补妆怎么样 然后我们下次再来看 当它作为底妆的时候效果又是怎么样的吧 今天早上用的是亚世兰黛的白金粉底 然后我感觉就是真的是贵有贵的道理 它是一个比较滋润的稍微会遮瑕 能力会强一点的一个底妆 比亚世兰黛的沁水会保湿很多 很服贴 特别是眼下呀 大概是早上八点左右上完的粉底 现在的话其实这个妆感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到了下午 我鼻翼两边有一点脱妆 额头上基本上没有怎么掉 然后这边其实融合的更好了 鼻子的话会有一点点泛红 就可以已经看到鼻子其实已经脱的差不多了 其他的地方就是都还蛮好的 而且就是非常完美的和我的肤色融合了 也没有什么暗沉 稍微就是这个地方眼带内沟会遮得没有那么好吧 对 我先把这个上面的用掉 剥一点鼻子 好了 这是我涂了三遍的样子吧 大概可以遮掉我鼻子上面的红血丝 对比一下这边 就这个地方 是红的 然后这边稍微遮掉了一点 但是还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有红色 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我的鼻子掉粉掉的这么厉害 第一是因为鼻子确实触游的比较多 第二个其实是我其实白天的时候有用纸巾有擦过我的鼻子 所以应该是擦掉了 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 山茶花的香味 就会让你觉得浅花的物有所知 赞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下一次我来试一下这个底妆 哈喽 一会儿要去戴羽毛球 我刚刚已经戴好美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气垫的持妆怎么样吧 现在是差不多五点一刻吧 看到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就差不多六七个小时的样子 看一下它的持妆度是怎么样子的吧 首先用一个这个YSL的眼部的妆 它是属于这种白色的然后非常滋润的一款 我会比较喜欢在眼部遮瑕之前用它 而且我今天随便洗了一下脸也没有护肤 就简单的涂了一个cream 偷懒的时候我就喜欢用这个CeraV的大碗的cream 遮一下黑眼圈 是这种非常细腻的暗压了下 这边是刚刚上了一层的 然后这边是没有伤的 可以看到肤色不均匀啊 还有鼻子这边 这边的话鼻子遮了大概七八分吧 然后鼻翼这边还有稍微的可能拉开遮一下 其实遮瑕还是不错的 然后眼睛的这个黑眼圈也遮了大概有七八分的样子 如果想要妆效很自然的话 基本上按压一下就可以涂一半脸 这样子的 但是感觉这次鼻子遮的不够 还需要再来 这样看的话我的脸和我的脖子 其实是差不多的 稍微有提亮一点肤色吧 好了我的底妆就上完了 今天就用肤定妆喷一把 快速删干 用它的灰色 画一下鼻 感觉这个气垫只有毛孔 比较一般吧 鼻子上面的毛孔都没有太遮住 所以它不适合下次太多的人 这个是我用的比较少的眼影 因为它里面都是超级闪的 刺繁片 是这个梨花肉 干油 我还没出门 感觉已经出汗了 这个是Charlotte temporary work-off scene 好了我现在已经换好衣服 然后准备出门了 现在来update一下我的妆容吧 就大概打了半个小时吧 然后鼻翼的话就也还好 脱妆也没有脱得太厉害 因为我之前就是用的喷雾 还有散粉定了两层 所以还不错 现在是六点四十六 大概是上了底妆 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样子 对 等会打完了 我再来update一下吧 我要进去了 现在是九点 然后我准备我们在外面吃饭 update一下我的底妆 我觉得就是眼下有一点点晕吧 眼下有点晕装 然后鼻子两边的话 稍微有一点点脱妆 感觉红的遮的就还比较好 然后脸上是没有脱妆的 额头稍微有一点点 因为我出油的话也没有很多 还是比较服贴自然 而且融合到一起 好像是 我刚刚就跟我说了 这有什么好疯啊 我都忘了 哪位子 我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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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在进他们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我忘了 那我们在进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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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从最改啊 会有一点点掉 然后会有一点显得有点红 没有太强的遮盖力 再就是眼睛这一块吧 容易出油 而且那个睫毛膏已经有一点晕装了 其他的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完全看不出来有粉感吧 而且额头的话也没有太拖 暗沉的话我觉得也还好 就是它会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肤色 也没有说整个人的色号有变黑呀 或者是怎样 你看就是还是跟我的手啊 脖子的颜色其实是相差不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果冻气垫 就是还是比较适合混干的人 所以好好定妆 然后运动其实都没有很大的问题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上好遮瑕 然后我现在来上这个气垫 看它一天的持妆是怎么样子吧 这里的痘痘没有遮住 鼻翼的话我觉得 就是需要厚一点才可以遮住 但是我感觉 我更喜欢就是把它 它不会折那么厚 不然会更明显 它还和我这里的遮瑕有一点点不服贴 鼻子这边马上就已经干起来了 天哪 好像太厚了就会这样 如果早上遇到这种情况 真的是很糟心 会把它戴上 有空的时候会补妆 再来画一个简单的眉毛和眼妆 我就要出门了 上班不想要太后 拜拜 哈喽现在是12点差五分 然后我的脸上就是特别的干 我现在在来吃午饭 等我的午饭 我今天中午就是在办公室 所以我打算吃一个burger 我的脸上鼻子已经掉的差不多了 但是眼下呀嘴角啊 还是特别的干 感觉办公室就是因为开了空调之后 我的脸也不出油 明明就是混干的皮肤完全就变成了一个大干皮 这种 哈喽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四十 然后我在公司的回生间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我脸上的底妆已经开始起皮了 刚开始的时候中午可能只是这一部分吧 现在就是包括脸上这边也是 我感觉镜子里面的话会看起来更明显 包括这个嘴角啊都已经起皮了 特别的干 就是如果是在特别特别干然后不出油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也就是刚开始比较水润到后面的话就不太行了 可能我觉得不用散粉定妆会稍微好一点吧 对但是氧化的情况的话其实还好 不太氧化但是就是对于我的皮肤来说最近有点干了 相比于亚时兰黛的白金粉定 因为他说那个里面是有精华的嘛 所以他会更滋润一点 这个的话上脸的时候是滋润的 但是现在来看还是会有一点干 但是这么来看的话这个黑眼圈确实要稍微好一点 鼻子的这个地方遮瑕要稍微差一点 中午吃了饭我也没有补妆 就唇周的暗沉还是有一点点的吧 对我觉得如果不暗沉的话我一般都不太会补妆 其实我一般也不太补妆因为出油不太多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补妆的习惯 黑眼圈明显是因为我是站在那个厕所的顶光下面 所以会更明显一点吧 就是死亡打光的角度 现在就是下午的update 下一次update应该就是在我回家之后大概六点左右吧 我现在整个人都感觉很累 而且很困特别去到下午的时候 吃完饭然后开个会啊就很困 而且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还是你们大家都这样子 就是我一般上半上到下午的头发就会乱七八糟 可能就是太痛苦了吧 我今天穿的就是上一次分享的那个 Ganny的白色的羊毛马甲 这三个扣子就真的还蛮好看的 然后露了一个小领子出来 配上一个粉色的衬衣 整体来说就是那种奶乎乎的感觉吧 一个粉色的衬衣 这个袖子有一点点wq的感觉 但是它会在肚子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一点点堆积 在办公室的空调 墙风下还是挺扛得住的 而且袖子也不会冷 只要把胸前背后护住的话 其实还是蛮保暖的 但是我今天背那个双肩包出门的时候 才意识到这三个扣子正好压在书包肩带的下面 就还不太方便吧 就不是会不会疼 但是就是很怕把这个上面的东西 小钻啊什么的给压坏压掉 所以可能不太适合被双肩包吧 这个衣服 哈喽 现在我到家休息了一会儿是7点15分 然后可以看到 其实脱妆没有很厉害 主要脱就是在下巴 然后还有鼻子上 鼻子上可以看出来是 越来越红了吧 就非常的明显 然后镜头里面还好 但是从镜子里面看的话 这一块还是非常的干 包括这个地方也很干 可以看到 特别是这一块 这里 鼻翼 还是很干 然后额头稍微出了一点油 所以就看起来会自然一点 没有干力 妆效还是对于不太出油 然后皮肤特别干的人来说的话 是非常的干 还是需要用那种更滋养 更滋润一点的粉底液吧 运动的话 或者是其他的出汗 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因为我可能定妆做的还比较好 戴口罩啊 其实这些都 底妆都还在 就是口罩并没有把我的底妆碾掉 口罩上面看不到粉底 现在就是7点 是我的update 然后我准备去吃晚饭了 今天晚上点的是亚学粉丝汤 准备小吃一下 已经很久没有吃亚学粉丝汤了 拜拜 今天我们要开始吃了 好啦我要开始吃啦 嗯 我先去拿东西 我先去拿东西 可能是他平时不被表现的 其实对 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的11点41 然后嗯 这是最后一次我今天的香奈儿气垫的update 现在就是已经非常的脱妆脱的惨不忍睹了 基本上脸上的都已经掉光了吧 鼻子这个位置特别的明显 就是这个地方很斑驳 嗯 额头其实还好 因为额头有稍微的适量的出油 所以看起来还比较正常的一个皮肤 但是像脸上呀 还有还有我的眼镜这一块 脸颊都已经非常的斑驳了 所以现在距离早上上底妆的时候是差不多 11个小时加早上的4个小时 所以是15个小时了 然后我中途并没有补妆 因为我也没有这个补妆的习惯 就是远看社交距离的话 其实就是还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如果近看的话 就是脸上非常的斑驳 在这15个小时之后 其实底妆就已经脱得差不多了 但是其实从7到8个小时外出的话 其实这个底妆是还 效果还不错 可能稍微对于在空调防呆的人来说会比较干 然后沙漠大干皮的话会有点干 嗯 混干皮的话我觉得在正常的情况下 或者是甚至是运动啊 出汗呀 都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吧 如果是干皮的话它需要你脸上稍微的出一点油 然后让它更能融合进你的皮肤 才会让它越液越美丽 这个香奈儿果冻7点在7到8小时之内 它的持妆还是不错的 但是超过了可能8小时或是10小时的话 它的持妆能力就不太行了 总体来说我没有觉得它会暗沉 甚至是经过15个小时 以上就是香奈儿果冻7点的测评啦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评论点赞加关注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